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行车不规范 亲人两行类 这句话是非常对的 一位名叫韦伯的女医生负责杰克的手术 他告诉杰克的老婆 虽然你老公没死 但是胳膊废了一条 现在要紧急为他安排器官移植手术 这不刚好有个合适的胳膊给你老公安上 你不买别人就抢走了 现在移植还打巴巴折 送轮一负哦 于是在韦伯的忽悠下 杰克的推子最终卸下了协议 手术很成功 杰克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 新胳膊比旧胳膊还好用 果然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杰克还挺高兴 丢了一条旧胳膊 得到了一条麒麟臂 美滋滋 于是亲自去给韦伯道谢 不过回家以后 杰克经常出现幻觉 导致自己刮胡子的时候 经常刮伤了自己 直到某一天 他在去监狱 会见犯人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胳膊有一个 和犯人一样的标记 这才意识到那个胳膊可能是一个犯人的 于是他找朋友 将自己新手臂的指纹以验证 果然胳膊的主人是一个变态杀人狂 罪行禁竹难书 回家后妻子安慰他 你得到的 只是他的手 但是杰克心里还是别扭 回到医院 他找到了另一个 移植了杀人犯双手的小哥 他还在努力训练 而移植了另一只手的画家正在画画 原本已经贫困了他 移植了新作物以后 突然变得有才华起来 但画出来的东西却很恐怖 杰克回到了警局 找到了当初抓捕杀人犯的老黑 老黑告诉他 这人本来是要判处死刑的 但是医生非要废无利用 把器官都捐出去 发挥一下余热 而移植了双台的小伙子 也变得活蹦乱跳 在杰克的一路尾随下 交货子开始过程中 小突然不受控制 差点出了车祸 睡觉时杰克也差点掐死了妻子 杰克再也受不了了 找到了韦伯 要是还是自己家庭重要 欺灵病什么的都去死吧 但是韦伯表示 这次手术意义重大 这条胳膊不要也得要 杰克非常郁闷 这年头还要强加给人胳膊的 到酒吧戒酒消沉后 又和别人发生争执 打了一架 欺灵病还是猛 对方毫无还手之力 但是随后杰克便听说 画家和小伙一只的器官 都被人拿走了 他非常害怕 而且在回家路上 果然遭受了袭击 幸好逃过一件 原来韦伯把杀人犯的脑子也移植了 导致杀人犯又借尸还魂 想要把自己的器官全都拿回来 杰克在这种情况下 直接找到了韦伯 但还没等杰克开枪 杀人犯在了背后打约了他 等他醒来以后 手术马上就要进行了 在千军一半的时刻 幸好只觉光环出现 杰克正通了束缚 一拳干掉韦伯 接着把杀人犯所有的器官都毁灭 从此他的胳膊终于不再不听话 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器官还是原装的好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内容 下期节目同样精彩 小伙伴们不要错过哟